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科技院马上为您揭晓 各位好 欢迎来到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让我们共同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 今天节目的主角都是猪 同样是猪 但是它们住的地方却有着天壤之别 就是因为这些不一样的住所 帮助养殖户们解决了生产中的大麻烦 那么养殖户们 把猪的住所都搬到哪儿去了呢 这是一群刚刚搬了新家的藏香猪 它们的新家安在了冬暖夏凉的窑洞里 可是自从住进窑洞之后 这群藏香猪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尾巴上竟然多出了一个泥蛋蛋 为什么住进了窑洞 尾巴上就会多出这么个泥蛋蛋呢 下面这是红泥 原来窑洞周边的土质是红土 这红土一旦遇水形成泥巴 就会很粘稠 一旦粘在猪的身上就甩不下来 所以尾巴上就多了这么个大泥疙瘩 对于爱跑的藏香猪来说 这可真是个大麻烦 有的它跑得快了 它能掉下来 这里头实际上尾巴也断到里头 是吧 断得少 你像这个 你像这个就是 它跑得快了 尾巴都在掉了 藏香猪野性十足 冒着尾巴被拽掉的危险 也要到处跑 饲养员们不得不经常 给这些藏香猪清理泥蛋蛋 看这就好了 最起码四五斤重 这个更大 咱们工人想办法把它掏住以后 把它给它打碎 要抓藏香猪 可真是不容易 这好不容易抓住了 饲养员还要小心翼翼地 帮它们清除泥蛋蛋 即使这样费时费力 吴乔龙也没打算让藏香猪舍 搬离这块红土地 因为窑洞帮助吴乔龙 解决了养殖过程中的 一个大问题 这里是山西省文喜县 中条山的腹地 藏香猪刚来的时候 全都住在这深山老林里 山上不仅有吃有喝 而且都是沙土 藏香猪的尾巴也裹不上泥巴 但是没想到一进入冬季 这麻烦却来了 藏香猪原本比较耐寒 在这大山里 大猪还能对付 可是刚下的猪崽 却扛不住了 能不能给母猪找一个地方 让它们安心地缠崽呢 经过反复试验 山上还是不行 吴乔龙就把目光 转向了山下 原先这是一个移民村 当地搞新农村建设 让老百姓住上了新房 这里就废弃了 尽管是废弃的窑洞 也让吴乔龙喜出望外 有了现成的窑洞 就可以省下一大笔钱 为了给藏香猪安好家 吴乔龙对于失修已久的窑洞 进行了休整 经过休整 四十多座废弃的窑洞 成了藏香猪的新家 窑洞里是冬暖夏凉 几头母猪在宽敞的窑洞里 和睦相处 正好满足了他们群居的需要 如今住在窑洞里 即便是冬天 藏香猪产杂也没什么问题 一个春天下来 养殖场一下子增加了 八百多头小猪咋 吴乔龙这心里是乐开了花 通过利用废弃的窑洞 吴乔龙解决了藏香猪 冬季产杂成活率低的难题 他的养殖规模也在迅速扩大 吴乔龙为了养好藏香猪 专门把猪从山上赶到了山下 而在湖南 有一个叫何勇的人 却特地把猪往山上赶 还把这些猪的家 全都安在了云雾缭绕的大山里 你的猪在哪呢 我的猪在山里边呢 我敲它就会回来啊 你要我不拿一锅吧 敲锅 对 敲锅它就回来了 我不相信 这个它能听这个 那你试试看 开场咯 开场咯 来了吗 太神了 都从山上下 对啊 对对对 那有的还在后边呢 那个山里有的远 对对对 特别多 又来了 别着急 别着急 别着急啊 慢慢来 你看你看 太激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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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姐妹娘娘娘娘 都是在抢石呢 这是 我还得敲 敲两声 山里面还有 太长咯 都来啊 还有呢 还有呢 有的跑得远 它都要慢一点了 好 这里都来了 你看那那个 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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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多 都来了 哇 这一群猪得有多少啊 这一片啊 这里几百头猪 哎呀哎呦哎呦 哎呦 我这个霸道了 它蹲到这个地方 起来 那个猪如果到那边山里边 只要一听到开饭的声音 那两三分钟 啪啪啪就跑过来了 很快的 那么远 对对对 很快的 有时候我们 一群猪过来 都感觉到 一股风样的 就冲过来了 不过几分钟的功夫 一只只黑猪 就成群结队的 从山里里钻了出来 虽然猪在山上 能够自由踩石 但是要想吃饱 还是得费点事 所以呢 何勇每天 还是要给猪 定时捕寺 既然仍然需要 人工喂食 那为什么非要把 蟒山黑猪 放到大山上养呢 这样 还得从他们的 身世说起 这些蟒山黑猪的母亲 湘西黑猪 每年的十一月前后 何勇都会带着 湘西黑猪的母猪 上山来找新郎官 上山去相亲 可不是一件 轻松的事情 走在这种 人际罕至的深山里 没准就会有 碰到蛇的危险 不顾山路崎岖 也不管会不会 遇到危险 就是要上山来相亲 何勇给湘西黑猪 介绍的相亲对象 到底是谁呢 快看 原来 何勇给湘西母猪 找的新郎官 是当地的野猪 他们常年都生活在 海拔八百多米的 大山里 野猪的抵抗疾病 和野外寻找 食物的能力 都很强 跟湘西黑母猪 多生的优点 组合起来 他们的后代 就更棒了 见到母猪 野公猪很兴奋 它在泥里打着滚 似乎在展示 自己雄性的魅力 海拔八百多米一 你看你看你看 看 这下呢 母猪跟野公猪交配以后 正常情况下 110天左右 小猪就出生了 野外生野外长的蟒山小黑猪 个个野性十足 即使遇到令人惧怕的毒蛇 也毫不胆怯 woods野外角 坂魚 海矣 黑猪们凭着优秀的集体作战能力 本以为能在山上称王称霸了 谁能想到一些小虫子 却让黑猪们害怕了起来 因为住在山上 一到夏天 潮湿的山林就成了蚊虫的天下 蚊子能够分分钟把猪咬出一身的大疙瘩 起养难耐 还有寄生虫更是让猪坐卧不安 为了让猪在山上住得舒服 何勇竟然找来了鸡和猪搭伴过日子 让鸡给猪捉狮子除寄生虫 可是这群黑猪野性太强 刚开始这鸡根本就不敢靠近 刚把鸡放进猪群的时候 鸡被猪吃 那是常有的事 眼睁睁看到同伴被吃掉 剩下的鸡就更不敢往猪的身边靠了 而且这些鸡还练就了一项逃生的技能 那就是特别能飞 一有个风吹草动 拔腿就跑 瞬间起飞 怎么才能让鸡靠近猪呢 何勇想到了用美食来诱惑 于是呢 他在喂猪的时候 刻意把饲料撒在猪的身边 嘿 真有效 这鸡果然是冒险去着食 时间一长 互相之间越来越熟悉 这猪也接受了鸡 您瞧 野性十足的黑猪 这会儿那叫一个温顺 这些人的刺客 这是我们的粉丝 这些人的刺客 是有所得了 对 这些人的刺客 来说 我们的刺客 我们的刺客 就是这个人的刺客 我们的刺客 这些人的刺客 有机会 我们的刺客 黑猪浑身痒痒的时候 被鸡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勾不着啊 勾不着 那我就趴下 这下满意了吧 舒坦呀 何勇通过不断的尝试 猪和鸡现在已经能够和谐默契的 一起在山上生活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自从有了鸡来帮忙清理蚊虫 蟒山黑猪在大山里的日子 过得那叫一个舒坦 蟒山黑猪在云雾缭绕的大山里 安好了家 有的猪却 是因为树原村周边都是山地 可利用的土地只有七亩 而屈永强的目标是搞产业化养殖 为了有效利用土地空间 想来想去 那就只有盖小楼了 可是这藏香猪在山区里自由奔放惯了 如果把它们完全圈养起来 它们就会很烦躁 没准什么时候就能搞出大麻烦来 纯种的藏香公主 性子极烈 见面就开打 打架必受伤 公主性子差也就罢了 连母猪都是暴脾气 特别敏感易怒 连碰都不能碰 要想让暴脾气的藏香猪 乖乖住进小洋楼 屈永强可没少花心思 为了增加室内空间 养殖馆里分了三层 猪上上下下就靠电梯来运送 花样小楼不仅能让藏香猪住得宽敞 还能够住得舒服 养殖馆内高度七八米的天井 有利于室内臭气的排出 不使用任何机械设备 就保证了空气的循环流通 而养殖馆圆形的设计 从早到晚都能晒上太阳 这样冬天不用安装暖气管 只要用火炉输送一些热气 就可以保证眷舍内适宜的温度 这样处处为猪考虑的独特设计 让藏香猪在里面 煮得舒舒服服 心情好了 自然就不爱打架了 同时漂亮的花样小楼 也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景点 让舒延村出了名 大冬天的 去永强的藏香猪 躺在花样小楼里 享受着阳光 有人却把猪的家 安在了冰天雪地的深山里 这里是12月份的内蒙古莫利达瓦山 气温已经下降到了零下30摄氏度 这群猪的名字叫做达瓦山黑山猪 经过长期的驯化 这个品种的猪特别适合在寒冷地区养殖 它那个嘴巴特尖 咬得小 这就是它野外生存的一个法宝 耳朵这么大的 它野外雪地里生存的话 都就动了 现在这个耳朵特小的这种 它野外抗寒能力就多一种强 再加上黑山猪的背毛特别浓密 这也是他们野外郁寒的一大法宝 有了强大的预寒能力 饲养员也就放心地让达瓦山黑猪在雪地里安家 饿了就在雪地里刨食 渴了去冰河边取水 除了给达瓦山黑猪准备了一排眷舍 供他们晚上休息 其余的时间都让他们在山上自由 让猪在极寒环境下奔跑运动 除了适应品种的天性 还能够得到高品质的猪肉 猪要燃烧脂肪来提供热量 又要沉积更多的新脂肪来抵御寒冷 达瓦山黑山猪的脂肪沉积非常均匀 再加上生长时间长 风味物质积累充足 在冰天雪地里孕育出的猪肉 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不管是冬暖夏凉的窑洞 高山云雾中的猪窝 造型奇特的花样小楼 还是让猪住在冰天雪地里 这都是养殖者们根据猪的习性 充分挖掘当地资源 为猪设计改造的别样的家 让猪住得舒服了 猪才能够养得好 收益自然也会节节高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关注由政大 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看似温讯的梅花露 为何在大冬天里 也能斗得你死我活 人都害怕呀 给我头都顶舌了 好好的鹿 为什么会像袋鼠一样蹦的 养鹿的父子俩 为了什么事情竟然争执起来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